Be water my friend Baby we are on 歡迎收聽第五期的 阿球Podcast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顧得好嗎 現在我的阿球Podcast已經有五個訂閱了 哈哈 在YouTube上面全都是我認識的人 兩個我室友 三個我國宋同學 我們這個節目現在有長足的進步了 收聽群眾有五百倍的進化 那個成長趴數是五百趴 太棒了 我今天 把我的音樂縮短了 因為我突然覺得好像沒有人在聽我的音樂 所以想說 那我就直接 用我們最喜歡的Bruce Lee 李小龍 作為一個開場 好了 我發現我剛剛好像講話聲音有點太大 好像有點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好像太大聲了 會有點爆掉 調整一下 這樣 這樣好一點了 好好好 OKOKOK 今天很顯然的 我精神 現在精神 有點亢奮 因為我 喝了 今天喝了一大堆 欸我發現這邊 收訊比較好 等一下 我今天喝了一大堆咖啡 我今天大概喝了兩杯 咖啡 好像還有一杯茶吧 反正我今天攝取太多的咖啡因 太多太多 的咖啡因 還是有點大聲 小聲 再小聲一點 所以我今天精神其實是有點high的 我不知道什麼 現在明明已經 晚上的 快要 幾點啦 11點 37分 2019年2月18號的 11點 37分 很high啊各位 咖啡不能喝太多啊 你們知道咖啡喝太多會致死嗎 我之前看一本書齁 咖啡 等下我必須調整 咖啡 那個 隔音 防噴的罩子差點掉下來 罩子不能掉啊 懂嗎 罩子掉了就罩子不亮啊 各位 今天 我喝了很多咖啡齁 我剛好提過我今天在摩斯漢堡 早上喝了一杯 紅茶 喝完紅茶之後 我跑去了圖書館 圖書館 我自己再泡了一杯咖啡喝齁 泡完咖啡喝之後 我晚上又跑去單體咖啡 又喝了一杯咖啡齁 呃 我不知道 其實這對一般人來講應該還好 如果你有在正常上班的話 這種 這種咖啡因的攝取量應該 應該對你來講是不太 不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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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響的 但是對我來對我現在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就有點太多了 因為我現在是失業人士 你知道 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那麼多的空間可以 消化我的腦力 所以的話 這種咖啡因對我來講有點太多了 那我今天 那我今天就一直 因為我喝太多咖啡 所以我現在有點心悸 有點興奮 呃 講話有點快 有點語無倫次 但是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看一本書 我好像就說什麼 咖啡因的歷史吧 或者是什麼 咖啡帝國的什麼小的 或者是你所不知道的咖啡 我不知道 然後我在從書館借 一本書 他就在講啊 其實你知道攝取太多咖啡 對你的健康是不好的嘛 就是 你如果喝太多咖啡的話 你知道咖啡因攝取量太多的話 是會導致會致死的 咖啡因會致死喔 就是你如果他媽喝太多咖啡 你如果一天喝個超幾杯黑咖啡 我不知道十幾杯以上的話 你可能 你的心臟會爆掉之類的 我不確定 但是我那時候看那本書 他說如果你攝取太多咖啡因 這種東西的話 會你會死 你會死於什麼 呃 反正就心臟類的疾病啊 那個代謝太快了 還是什麼小 因為它是一個 它其實咖啡因大家也知道 它是一個有點像興奮劑的東西 其實咖啡因呢 它本質上來講 其實跟毒品 是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因為我們平常攝取的咖啡 裡面的咖啡因 其實它的份量其實太小了 因為它都被那個水分給稀釋掉 然後還有 還有 喝咖啡很多人喝它的香氣嘛 所以 一般來講我們咖啡因攝取量不會太多 然後 我那時候看那本書 那本書是一個美國人寫的 一個學者還是記者 還是研究人員 還是教授之類的 我不確定 反正他就是 他很喜歡喝咖啡 然後他就開始走遍世界 開始探討咖啡的歷史 他才發現說其實在美國 你知道這美國 你知道這美國 United States America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他們有 他們以前可以在類似 那種淘寶的地方 買咖啡 你知道美國淘寶 我不知道 ebay嗎 對對對 想起來ebay 沒錯ebay 他們在ebay上面 你可以買到那種純粹的 提煉過的那種咖啡因 然後如果你咖啡因 你只要 你只要 他那種提煉過的咖啡因 其實就像那種 一包的那種白粉一樣 就像那種洗粉 一個袋裝的洗粉一樣 然後你只要攝取一個 半個茶匙 半個茶匙的分量的話 你只要填下去 然後你就會掛掉 會掛喔 不要買 咖啡因 純粹提煉咖啡因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我就覺得很震驚 我就很shock 你懂嗎 很shock 我很怕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幹我那陣子蠻常喝咖啡的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喝咖啡會心悸了 原來就是因為咖啡因在作祟 好像 好像就像我現在現在這個 現在目前這個狀況一樣 對 所以我只想跟各位講 不要涉及太多咖啡因 很不好 好不好 咖啡少喝一點啦 其實你們應該要多喝茶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茶 我後來一直比較說咖啡跟茶 到底哪個比較好 我想說其實茶 總體來講 茶相對於咖啡好像健康一點點 因為 我忘記為什麼了 好像是因為茶 第一個 它咖啡因含量沒那麼高 再來就是它是植物的成長 它好像有多多少少有點維他命C吧 所以說如果你跟咖啡相比 一杯咖啡那個咖啡因很含量 可能是一杯紅茶的 兩三倍吧 我記得要看你那個 泡的濃淡程度來比 那如果一杯黑咖啡的話 它的咖啡因含量大概是 一杯紅茶的三倍左右 其實算是非常高 所以大家覺得喝咖啡 有那種很強烈的提升效果 那喝茶的話可能相對來講 就沒有那麼多一點 就像是很多人 累的時候想要喝咖啡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累的時候會去喝一杯50吶的 阿薩姆紅茶嗎 我不知道 感覺沒什麼屁掉用啦 老實講 老實說 你如果要提升 你去買一杯阿薩姆的紅茶 去五三買一杯阿薩姆紅茶 好像沒什麼用處啦 解渴的效果可能比較多一點喔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多喝茶之類 像我現在就 有時候沒事我就喝點茶 像是 其實你知道講到喝茶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我其實 你們要知道茶這個東西喔 你如果去Google上面找茶 你如果打喝茶 大概有80%的東西都是情色的資訊吧 我真的不懂耶 我有時候只是想喝一杯好一點點 我只是想收取哪裡買的好喝的 白蠔烏龍或者是什麼 文山包種茶 結果就會傳出 就會出現一堆余訓阿 一堆茶莊的那種資訊 那種情色的資訊阿 然後我看到我想說 幹媽的阿 我只是想喝一杯好好的 好好的喝一杯茶耶 現在 我必須去一趟基隆阿 我必須去一趟鐵之路了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茶莊在鐵之路啦 是這個道理 那個茶莊開在鐵之路 那 我沒有多少人知道 基隆有鐵之路這個東西 鐵之路呢 這個東西呢 顧名思義 他就是叫做鐵基樓 那鐵基樓呢 是 相對於基隆 因為他是在基隆盛產的 他相對於台北的話 台北有三重有倒瓜褲 倒瓜褲 基隆就是鐵基樓 然後 台北市就是 臨盛北 然後桃園就是 我不知道 中壢嗎 整個中壢都是 幹沒有啦 中壢也不是整個都是阿 中壢好像有一個叫什麼三仙巷吧 我記得 這些都是新聞上寫的阿 我其實不太確定阿 我不是很喜歡流連這種地方 因為這種地方其實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好不好 所以 我最近有個困擾就是我要喝茶 我想要喝這種烏龍茶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到底要喝 喝茶的年級 而且自己泡茶也比較便宜嘛 所以 我會開始搜尋一些資訊什麼的 那種Google搜尋 然後都是跳出一些那種 不堪入 入目的東西阿 讓我覺得非常不爽 這是我有點小小心得阿 幹我今天真的喝太多咖啡了 幹 哇賽 好累喔 我的天阿 我之前應該去 其實 其實我之前 聽人家講阿 他說你累的話就是該睡覺 這是我室友講 他跟我說 其實你累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你累的話 你其實不應該喝咖啡 因為你累就代表你身體 已經累了 那當你身體累的時候 他 幹 誰瞇我 當你身體累的時候 呃 你其實需要的是睡眠 而不是咖啡因 你知道嗎 所以說當你累的時候 你應該直接去睡覺 媽的幹 我也想直接去睡覺阿 問題是 我有時候在上班 我不能睡覺 或者是我沒辦法睡 我旁邊沒有床阿 不然我也想直接去睡覺阿 我那個朋友是 我那個室友是一個 非常高收入的一個工程師 所以我真的蠻羨慕他的 蠻羨慕他的 想睡就睡阿 媽的我以後小孩 我一定要叫他去當工程師 媽的畢勒 幹 我今天講多久阿 我講10分鐘阿 我的天阿 阿好累阿 呃 話說我前幾天好像有講 關於十大書房的那個漫畫店的東西阿 那 呃 我那時候好像講什麼 現在誰會去漫畫店 對不對 我好像大力的批評漫畫店一番 我說這個時代 什麼時代 現在手機就看得到漫畫 誰會去看漫 誰會去漫畫店 實體漫畫店裡面看東西阿 所以呢我今天下午 我沒事的時候 我就跑去那家看漫畫店裡面看漫畫 幹我沒有跟各位講 沒有跟各位看笑阿 那個裡面的設備阿 哇 我相信大概20年前就沒變過阿 那個漫畫 那個破爛的那個廉價的塑膠皮椅 然後那個狹小的空間 裡面坐滿一些 不知道我不確定是 也不知道我不確定是遊民還是 失業人口還是 不知道哪來的人阿 反正就是看起來一臉魯蛇的樣子的家伙 坐在裡面 他也沒在看漫畫 然後就在玩手機 我今天下午去的時候 我其實蠻意外的發現那家漫畫店裡面還是有幾個人阿 那我剛剛講了 有一個在玩手機 有一個坐在椅子上睡覺 有一個在看雜誌 有一個在看小說 哇幹 漫畫店裡面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看漫畫了 我的天阿 他們 他們花10塊錢進去找個座位做阿 老實講蠻聰明的啦 因為 因為你去Seven嘛 你花10塊買一杯麥香 奶茶好了 你能坐的就只是一個硬邦邦的椅子 而且會有一堆跟你搶位子坐 媽那個傢伙花10塊錢去漫畫店 有沙發椅可以坐耶 媽台北市現在哪裡有10塊錢的沙發椅可以坐阿 而且你還可以隨便翻一翻那幾本漫畫書 你知道嗎 爽死了 我的天阿 所以我那時候去那個漫畫店我就開始看漫畫了 我真的不知道看什麼 我那時候 真的是走回我的青春年少歲 我大概從國小開始看漫畫 這個 漫畫店真的是以後真的是古蹟了 你知道嗎 以後真的不會有漫畫店這種東西 我走到裡面我覺得我好 好懷念喔 我的天阿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 我就想我到底要看什麼 航海王我已經沒在看了 因為他真的出太多畫了 他現在我 他現在出到幾阿 單行本出到幾阿 七八十還是九十幾阿 我的天阿 我以前好像看到五六十幾 我就沒在繼續看了 他已經出到七八九十幾了 我已經沒辦法繼續追了 然後獵人永遠都不會畫新的嘛 還有什麼 火影忍者已經完結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看什麼 你知道 所以我那邊晃了一圈 我看到十八鏡專區 那我想說好吧 那我來租一本十八鏡的書來看 結果 我也拉開那個書來發現 哇幹 有一半以上我都看過了 我的天阿 我怎麼不知道要看什麼東西 因為其他的那種漫畫 好像就沒什麼 新的漫畫 我其實老實講 真的沒什麼興趣阿 我以前看什麼 女帝阿 天上天下阿 什麼 女忍者魔寶典阿 還有什麼東西阿 我想一下 反正很多啦 還有那個 課長導根座阿 那也是A慢嘛 對不對 唉 唉 所以我那時候看了什麼阿 我剛剛看了一本關於日本魚市場足地的漫畫吧 然後再來講 因為我那時候只有半個小時左右的空檔阿 就是空檔時間 然後後來跟人家還有約 所以我那時候看漫畫 我那邊看 恩 我那時候看 我那時候看那個漫畫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做了兩本 我知道我一定看不完 但是我還是做了兩本 然後小子講那個漫畫滿好看的 他是關於一個 一個日本的職員 日本的一個小 應該也不是小職員 因為小主管 好像是HR 人資之類的 然後他為了那家 因為那時候景氣不好 他就為了那家日本的企業 幫那個他們的那個部長還是 反正主管之類的 幫他們查員 裁了99個人 然後那個人資 說自己是第100個人 就是因為他們公司總共要裁掉100個人 然後他就把自己也裁掉了 然後辭職 然後回到他的那個 他老婆是在日本竹地 東京竹地漁市場 好像是日本最大的漁獲批發市場 他的老婆的爸爸吧 還是爺爺是那邊的 一個一家小鋪的老闆 然後他們剛好缺一個那個 接班人 所以那個主角就回去接班 然後就開始了 那個竹地漁市場的新手 新手的那個 一個一陣的 這就在一陣的笑鬧與 那個出糗與驚慌之中 還有他對夢想的堅持 與對漁獲的熱愛 達成了我不知道 後面還有大概四十幾集吧 我還沒看 我只看到第一集的一半而已 所以我在想 日本人的漫畫應該是這樣進行 然後中間搭配很多魚的料理的知識 老實講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蠻有興趣的 我真的覺得日本人 日本有個好處就是 他們會很多那種職人的精神 你知道嗎 像是很多漫畫 他們都做成職人的那種感覺 像是什麼 天才小釣手啊 然後還有什麼 什麼夏子的酒 好像關於釀酒 還有什麼 將泰的壽司吧 還有豹漫王 豹漫王應該也算吧 還有航海王 航海王也是關於航海的知識的那個職人 魯夫啊 一個橡皮人 蠻好的蠻好的 所以今天那個就是 我今天看的那個就是什麼 日本漁獲批發的職人 日本的那個職人精神真的蠻不錯的 真的是可以好好學習一下 不過畫素海 我那時候 租了那兩本漫畫 我只看了一本 我知道我看不完 那為什麼要租兩本呢 因為我覺得 漫畫這個東西 漫畫店這種東西 我看他這樣應該是沒有在賺錢啦 老實講 因為現在真的沒有人在租DVD跟漫畫 所以我想說 好吧 我租個兩本好了 算是資助的老闆娘 雖然說我那個 他的店租可能至少一個月就三四萬塊了 我那個多那個十塊二十塊 對他來講一點屁用有沒有 但是 誰知道呢 說不定他以後變成國家一級古蹟啊 之類的 遼寧街的十大書房嘛 對不對 呃呦 十幾分鐘好啦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好了 我今天有點累了 已經快十二點了 呃 那就這樣子 我放過我那個 我的片尾曲啊 我的片尾曲 我現在應該就是這首歌了 聽 I said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iftless Be water my friend Be water my friend 謝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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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